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说到了彰化美食 除了想到肉丸之外 还有哪一些好料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地毯式的为您收集彰化各地的山珍海味 首先第一站带您来到园林 园林满街的古佳比小吃 这里有一家飘香了半世纪的控肉本 他们的三层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而且配上了Q弹的米饭 是好多彰化人最喜爱的早点 另外彰化的代表小吃霸丸 霸丸经营剔透的外皮 包上了新鲜猪肉跟笋子 这一家八十多年老店 一克只卖十五块钱 让好多外地人直呼说真的太便宜了 两个送到一个盘饭吗 好 还有一个送 好 麻烦你好不好 每到用餐时间 老板娘忙到每时间送餐 得守在炉子前 以下盛饭 以下添肉 双手忙个不停 这块刚起锅的三层肉 滷到肥嫩嫩的 真的好诱人 配上粒粒分明的米饭 这一碗香喷喷的矿肉饭 就是彰化人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 这些酱肉实在好吃 我们一家已经吃过十年了 我来这里吃了差不多有一二十年了 在盐岭吃过的人几乎都说他很赞很棒 比起我们当地来讲是整个是第二个麦当劳一样 园林人口中的麦当劳是因为矿肉饭到处都有在卖 其中名声响亮的就是南昌路上的五十多年老爹 现在已经传到第二代 每天早上七点就开卖 是因为彰化人都习惯把矿肉饭当早餐吃 像外地的人他们说早上吃矿肉饭 怎么那么奇怪 早上吃矿肉饭不会太油吗 很奇怪 可是我们这边人就是很习惯早上吃矿肉饭 园林人早上爱吃的矿肉饭 老板娘是选用温体白毛猪 半肥半瘦的三层肉 平均一天用量就达六十斤 是用这一锅乳汁来录 里面有十几种中药材 就这么慢锅乳汁一小时 层层肥瘦相间的矿肉 每一块都有手掌般大小 肥肉入口即化 瘦肉嫩而不柴 与喷香白米饭一起大口地往嘴里爬 不会过于重咸相当美味 令人无法抵挡 因为它的肉很Q 而且咸度又刚刚好 所以吃了你就觉得说 跟别的地方感觉不一样 每次来到园里都吃这个 让老主顾吃到满嘴飘香的 还有拳头般大小的卤猪饺 皮Q肉嫩 卤到相当软嫩 用筷子轻轻一夹立刻皮肉分离 端端的猪皮胶直连嘴入口即化 充满弹性的口感 让人一吃就挺不下筷子 一口接着一口 分量多然后又Q又香 然后入口即化 油的很油腻 这个完全是干甜不油腻 而且真的很好吃 已经吃了好多年了 除了矿肉饭之外 来到彰化怎么能错过肉圆呢 你要当大小们 吃将近四十年的 然后是老店 从他爸爸开始做肉就来吃的 我就太生土生酥长 就是喜欢这个味道 好久了 大概十多年来了 就常常吃 道远远一定吃这一家的 口感很Q 比一般做的还好吃 这家八十多年的肉圆 是在地原林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 好吃的蜜卷 在于角砖型的外皮 是用再来米浆混合番薯粉制成 但为了增加酥脆的口感 还得入油锅低温油炸 晶莹剔透的肉圆 有着饱满的内馅 铃上店家自制酱料 就是在地人最怀念的老味道 薄可透光的外皮 藏着新鲜猪肉和香脆笋子 口感扎实不由 外皮咬起来 滑溜软Q 一粒才15元 价格平时又美味 我觉得它的皮还蛮Q的 然后那个肉也很好吃 很嫩 就它这一家的那个 霸碗的那个皮 比起其他家来讲的话 它的比较Q弹 它的辣椒酱 就是不是说那种非常辣的那种 然后加下去 刚好可以帮它提味 最后再来上一碗综合汤 作为完美的ending 用大骨汤熬煮的汤头 喝起来清澈甘甜 豆腐就像豆花 入口即化 贡丸更是香脆Q弹 一碗只卖你20元便宜又大碗 它蛮实在的 这20块钱真的很便宜 它很甘甜啊 没有那个味精的味道啊 嗯 我觉得很道地 然后料多实在 对口感很Q 超便宜的 就很道地啊 对 新鲜的好吃了 賣八十几年了 八十几年 已经到我们第三代了 老板娘笑着说 品质新鲜 就是历久不衰的美味关键 陪伴了在地人 走过将近一世纪 成了园林美食的代名词 吃饱喝足了 建议您可以从园林 开车15分钟 来到大村乡 寻访在地人的世外头人 宁巧在一整片的 绿油油的稻田中 竟然矗立了一创醒目亮眼 气派的鹅黄色城堡 这是全台第一座 巴洛克式建筑的咖啡烘焙馆 华丽的旋转梯 喷水池 梦幻的白色回廊 非姑娘的南瓜马车 每一个角落都美不生收 童话故事般的场景 吸引许多人前来拍照 留下最美的记忆 这里的话就是风景蛮漂亮的 然后就是每个角落 小角落都蛮适合拍照的一个景点 蛮有欧洲风格的 然后就是跟朋友来的话 就是可以拍蛮多照片 制造很多回忆这样 悠闲的午后 品尝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的甜点 才是最惬意的享受 用丰盛的冰淇淋松饼 柔滑绵密的芒果慕斯 酸甜浓郁的樱桃起司蛋糕 甜蜜蜜的滋味 再配上浓醇香的咖啡 真的好幸福 在这边的话 我大部分都是顶咖啡来喝 这边的话 傍晚来的话 它是有一个特色 就是可以看夕阳 对 对 还有喝咖啡 散散心 在让人心旷神移的良天美地中 慵懒地喝着咖啡 细细品尝甜食 悠闲又自在